借去年流感疫苗义务事件 国际药厂赛罗飞所制造的心脏病用药 P号U322新达输定10毫克药品 招食药署查获部分定计外观有黑点 已是有义务混入 要求药厂立即进行产品回收 同时也请各医疗院所药商及药局 停止调剂这款药品 并追踪这批全台市占率45%药品流向 目前这个产品是有大概有4万7千多盒 那有130万订的一个产品 这一批P号进行回收 目前所了解到的是 虽然该公司已经是出货了 但是出货的这些产品 可能都还在医疗的院所当中 所以我们也立即要求所有的医疗院所 或是药局停止调剂 或者是供应这一批产品 小鼠指出根据赛诺飞药厂初步调查结果 药定上的义务可能是作业员在操作时 因手部有微小伤口 让血液掉到产品而造成 由于新达书定为高血压等疾病治疗用药 一是提醒不要贸然停药 那大部分现在新达书定 它其实在台湾已经上市很久了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 一个所谓的比较旧型的降血压的用药 因为它有一些副作用 像是东方人比较容易干渴 所以很多已经开始有新型的药去取代它 所以它其实在临床上 现在是用量是越来越少 比较冒然的停药 因为有可能会造成血压 会反弄性变高 这些问题药品对人体健康影响如何 也要等调查报告出炉才会知道 蔡诺菲药厂声明强调 若因误实干燥血液 而感染疾病的风险评估低 食药署也要求药厂 明年1月9号前完成回缩作业 并缴缴缩成果报告书 及后续预防矫正措施 原市新闻胡顺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